记者日前在新疆叶城县夏河浦乡十四村采访时看到 即将成熟的核桃沉点点挂满了枝头 在不远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院里 几十名维吾尔族妇女正坐在一起 一丝不苟地包着核桃 我们家有二十木地 一木地收入六千 二十木地收入十二万 种核桃现在我们家里要祝福了 买核告诉记者 他们村家家户户的耕地全都种上了核桃 每家每年的收入都有几万元 近几年叶城县核桃种植面积达57万亩 仅核桃种植一项 全县农民人均增收五千元以上